FitFitEasy,FitFitEasy,我是FitFitEasy 有看我们FitFitEasy的频道 都知道我们主要讲食物或饮品中的卡路里 MIRROR12位成员当中的姜濤 喜欢黑色白色,喜欢吃汗布包 相信支持他的姜糖一定会知道 姜濤说过 今天介绍的5款邪恶高卡非常不健康的粉面 会不会有一款姜濤或者你都会喜欢吃的呢? 事不宜迟,FitFitEasy立刻跟大家探讨一下 今天分享的主题 5款常见邪恶粉面卡路里排行榜 第5位是可粉 每100g就大概有220卡 慢着,我听人家说可粉很肥 好像没那么低卡 其实可粉本身是由脂肪含量极低的米漿去制造 而且它没有经过油炸,所以卡路里并不高 但是因为一般的粉面厂 不让面条粘在一起 所以会加入油份 方便将面条分开 导致可粉的脂肪含量瞬间会增加了很多 根据食安中心的资料显示 一些中式可粉的卡路里加了油之后 每100g的热量可以高达521卡 而且可粉很容易吸汤汁 FitEasy建议 如果大家吃的时候 就应该尽量避免选择一些高油高纳的汤底 如果不是,就吃光油下肚了 第4位就是拉面 每100g就大概有292卡 日本菜当中,拉面本身是健康面 但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那一口浓汤才是自肥的元兇 FitEasy建议正在努力瘦身减肥 维持健康体重的朋友 吃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的汤 例如醬油口味 因为卡路里会比较低 第3位是蝦子面 每100g就已经有436卡 虽然蝦子面蛋白质非常丰富 但要留意的是 蝦子面本身非常高纳 因为制作蝦子面的时候 会加入盐去调味 而且蝦子面中的蝦子 属于叶制品 所以立含量会更加高 FitEasy建议 撇除卡路里因素 为了健康 应该偶尽吃一下就算 第2位是蝦子面 每100g就已经有452卡 我想今时今日 应该都没人觉得蝦子面是低卡了吧 而且蝦子面的蝦含量 更加是这么多分辨当中最高 过量食用会引致水中 或者其他健康的问题 虽然干烧蝦子面确实挺好吃 但如果正在努力瘦身减肥 维持健康体重的朋友 FitEasy建议 就最好忍一忍后啦 第1位也是今天分享的 5款粉面里面 最邪恶 最高卡的即食面 每100g就已经有473卡 大家都应该听很多人说过 即食面无益高油又高卡 脂肪和饱和脂肪 更加是这么多款粉面里面的 No.1 摄取过量有机会导致不同的健康问题 而且立含量又超高 吃1个卡路里就已经接近吃了2碗白饭啦 不想越吃越肥 下次食粉面的时候 就要小心选择啦 不少人会用粉面去代替白饭 经过今天的分享 大家应该知道 其实一些邪恶粉面的卡路里 和一碗白饭差不多 菲菲医师有个小秘密想说给大家知道 就是食白色的面一般都会比较低卡 最后菲菲医师想强调 上一集和今集分享的粉面卡路里数字 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 每种粉面都有它的好处 和不好的地方 食用之前应该先考虑个人的健康状况 更重要的是 配搭粉面的材料和汤底 遵守三高一低 即低糖低脂低纳高签的饮食原则 那无论食品的粉面 都会越食越健康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大家下次想听多些粉面类 还是不同饭类的卡路里比较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愿你成功健康轻松 愿你fit爆每分钟 我是你的fitfit伙伴fit2C 记得关注留言和点赞 下一集再见 拜拜